本地过去5年的信用卡持卡量有所减少 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4月份的信用卡持卡量共810万张 与去年4月同比减少近10% 尽管持卡量减少和电子钱包普及 信用卡的消费总额不减反增 尽管局的数据显示 本地在2014年到2018年间 信用卡持卡量减少了19% 不过同一时期的信用卡消费总额 却增长了33.8% 不过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下 移动支付方式越来越普及 普华永道的一项调查就显示 本地消费者的移动支付使用率也在增长 从2018年的增长34% 上升到2019年的增长46% 一家研究公司的调查也认为 到了2022年 本地将有超过五分之四的交易 会以无现金方式进行 早上